是您的收藏吗 对了 我还想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就是性格比较外向的人 我丈夫呢 我们俩就是有点反差 他是一个低调 而且就是特别谦虚谨慎的人 我今天呢 就做了一件有点不太寻常的事 我背着他 把我们家他的挚爱给带来了 当听说这件宝物是他花了120万给带来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震惊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当然可以 真的是很震撼啊 他是十一面观音流金佛造像 就很少见的 听说咱们今天来了一位对佛像特别有造诣的陈建明老师 就想请教他能不能帮我看一看 他是否就是宫廷的观造 哎呦 你说这观造那可太厉害了 那是皇上和皇妃还有那个太皇太后才能欣赏到的 对啊 那我们何其有幸啊 是吧 祝你好运 希望它真的是一件宫廷造像 好吗 祝你好运 加油 我听你在说话的自立行间啊 对你的先生一直是一种褒奖的 崇拜 崇拜 他用了一个更甚的词啊 崇拜从哪来 就是一个男人的所有优点 我觉得放在他身上都是可以的 男人应该有什么优点呀 第一是睿智 孝顺和善 心存善心吧 那很多人都说当全职妈妈会很尴尬 他家庭的地位也很尴尬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我给我老公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 就说可能觉得我不挣钱是你在养我 但是反过来呢 我帮你做你该做的家务 你帮我挣该挣的钱 我也在养你啊 一人一半 未来你培养的孩子还能养你们 对对对 但是现在呢 专家呀 他们眼里可不如沙子 如果说你的这份崇拜 在专家那里得不到一个肯定的话 在你的心里会不会非常的失落 你能不能受得了 一点都不会 一点都不会 哪怕就是一张纸画的一个佛像 在我眼里看出来也是无价之宝 别说这种了 只要你心中有佛 一心向善 袁兴陈老师 观音菩萨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无论藏传汉传剑 都是非常有名 最受人崇拜的这样的一位菩萨 他利益一切众生 而且观音菩萨面对不同的众生 他会视线不同的形象 这就是我们民间老百姓常说的 佛有三十二相 观音有三十三身 那么像这尊八臂十一面的观世音菩萨的 这样的一尊照相呢 他就是为了救助六道众生当中的阿修罗道 而视线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根据史料记载 康熙皇帝他对于藏传佛教呢 他是十分尊崇的 那么他在位的六十一年当中呢 曾经撤封过五四达赖喇嘛 五四班禅等等很多的上层的宗教人物 那么康熙这个为了维护那些信仰宗教的那些边疆的上层人士呢 他当时在宫廷当中啊 确实他也大量的铸造这种这个佛造像 那么他当时呢 他是挑选了汉藏两地的最好的工匠 同时呢吸收了蒙古造像的那种力量感 所以啊 康熙的造像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气形浑圆壮硕 那么整体看上去呢 是雍容华贵 我们看这件造像 他的比例啊 是非常匀称的 这个开脸啊 他是轻利高贵柔和 有这样的一个表情 衣纹呢很厚重 但是厚重流畅 层次感分明 上面的阴络 嵌满了各种的宝石 看上去呢 显得是美轮美化 那么他这个单层的这种妇联的宽大的 连半上有三个如意祥云的 就这样的装饰呢 也是康熙时期宫廷造像特有的艺术造型 那么整体我们看他的这种艺术形象呢 确实跟当时康熙时期比较流行的 这种审美呢 是高度吻合的 这就是清代康熙时期 就这样了